新上市的股份 當然要看舊的股份最好些 抽不抽得各 以及哪一隻好些 不是炒作長線渣 如果長線渣 當然要看長期有上市的情況 即是嘗試得久 既有業績亦有股價參考 以長線來講 現在823的情況如何呢? 短線整固的情況似乎會繼續 但跌了很多 相信是不會繼續 因為短線仍然向下走 先按走 比較操作方面 不是太過純熟 對不起 聽我說 看就看不到 下降軌 短線形成下降軌 低位仍然在下降 建議的高位仍然在下降 而這高位仍然是之前的高位 上的水平 只是有一個頂的狀況 小小的頂的狀況 所以短線相信會繼續向下尋找支持 主要支持就是這個位